年日来,海南省乐东县英戈海镇的近万村民举行抗议,反对当局在该镇修建燃煤发电厂,污染环境。当局派出数千公安、武警到场,并发射了上千枚催泪弹进行镇压。冲突中,有60多位村民被打伤,17人被扣留。目前,邻近的佛罗镇丰堂村民也加入了抗议,冲突还在持续。 12号,乐东县英戈海镇紧名冲突进入第二日,当地村民描述,当局镇压的比第一天更厉害。前来镇压的部队穿着几种不同的制服,还带来狼狗,给人的感觉和当年清华日军近村抓人一样。武警看到抗议的民众就开枪发射催泪弹,有一个年轻人被催泪弹直接打到脚上,造成骨折。 昨天是更激烈了,昨天我不管你的,开枪对着你们打的,一看到你们挤在那里的话,他就开枪直接打我们。 另一位村民表示,已有17人被抓,其中包括70多岁的老人,小孩,甚至一名残疾村民,镇医院里住满了被打伤村民。 地方政府对伤员不管不问,连村民叫来的救护车进村时还遭到警察的阻拦。 在医务人员距离抗争下,才得以入村抢救伤员。 他们都没有理由看到人就抓,还有的人在家睡觉刚公开,一来到那里就把我们住就抓走了。 住院的40多个人嘛,第一天是小孩,老人,多了。 记者打电话向阴哥海镇派出所了解情况,对方拒绝透露任何情况。 对方拒绝透露任何情况。 现在,临近的佛罗镇丰堂村也来了很多人参加抗议活动,至今政府对他们的要求没做任何答复, 通往阴哥海的公路已被封锁,禁止通行,但村民们表示要坚持抗争到底。 新唐人记者陈汉、中原采访报道。